天人们你好,我是美香,也是Eva 美到了星期二的九点到十点 非常的兴奋 首先我们欢迎每次带好吃东西给我们的Ashley Ashley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她是新加坡非常有名的这个食品博主 我们今天谈你幸福吗? 幸在爱情跟婚姻中到底扮演什么角色? 我觉得是还没有结婚之前 如果在一起,那个性是很重要的 结婚以后就不重要了 更重要,那个是另外一个层次 那个是要生孩子 所以你觉得性在爱情跟婚姻上面是很重要的 Ashley你怎么样看一个女性? 我比较限制 你会鼓励男孩子多看不同的女生? 应该是可以同居 你说看是真的很难的 试婚这个方法我觉得是OK的 只要女孩子会保护自己或是保护男女孩子 怎么去保护自己? 最方便就是放宽敦吗? 今天我们谈你幸福吗? 我们听了很多的意见 我既然希望你们提出一些建议 因为你那个很喜欢谈恋爱吗? 永远都是昨天才结婚 不管是牵手啊,或者是那一方面 如果女性有某一个动作或是某一个感觉是不舒服 一定要跟男生讲 很多女生不敢讲 然后她觉得这个是男生的需要 她就得过结果就过了 我觉得不对 一定要跟男生讲 这男生才知道每个女孩子的哪一些动作或是一些感觉她不喜欢 你们才会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融洽 你要给女生什么建议吗? 会让男生更愿意给她幸福? 沟通很重要 要比较温暖的 这样男生就会给她幸福? 我一直觉得多一点的说谈恋爱的感觉啊 你会一直在那个幸福的那个过程 可是很奇怪哦 夫妻两个人天天相处 有的时候那种化学元素会越来越少 怎么样维持这样的感觉? 其实不会的 男生其实要做这个主动啊 坦白讲 比如说女生有时她会很累的时候 你怎么样也要带她去喝杯咖啡啊 吃一个ice cream啊 我最喜欢在晚上 或是吃些desser 这些小小的动作让她软化了 谈的时候都比较容易 这个不错 这是给男生建议 说给女孩子吃一点甜甜 女孩子很喜欢的 对啊 尤其是工作回来是真的很累 对 所以不要再想去煮饭了 那么在男人女人眼睛的 今天的最后一段时间 来给年轻的男孩子一些建议 怎么样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 有魅力的男人 我个人是很注重外表 坦白讲 比如说头发啊皮肤啊 包括体能啊 下一位我觉得是姿势 不管是跟女生 或是一般朋友在谈话的时候 真的可以把他们吸引住 我们男人女人就进行到这里